物件的新增 那Blender的物件新增 是按功能表就可以 但是你要先把你的3D游标放在正确的位置 你新增才会新增在那个位置 否则的话呢 会跟那个立方底重叠在一起 重叠在一起 如果它比立方底小 你可能就看不到 所以请你注意 先把3D游标放在不是立方底的地方 按滑鼠右键就可以放3D游标 滑鼠左键 滑鼠左键就可以放3D游标 那右键是选择物体 那你接下来选这个ADD Mesh 这里就是你可以新增的基本物件 像这个Plan是平面 Cube是立方体 Circle是圆圈 UVSphere是一个球 I-CodeSphere这也是一个球 Cylinder这是圆柱 Cone是圆锥 Grid是一个立方体 但是它已经被切割成很多个小立方体 那Monkey是一个猴子的头 Torus是一个甜甜圈 OK 那这时候你按下去之后 它就会出现在你的3D游标的位置 那所以你在新增物件 像我们新增一个球在这里 OK 它会放在3D游标的位置 你按一下F12 如果你的球有在视野里面的话 应该会看到那个球 如果没有看到球就代表你的相机没有对到它 那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给你练习就是请你新增各式各样的球啊 圆柱啊 圆锥啊 甜甜圈啊 还有猴子头 那我操作一遍给各位看 那我要切哦 所以各位会看不到你的电脑画面 请看前面 在这个世界里面呢 我现在先点一下 然后我选这个ADD Mesh 这里呢 我新增一个球好了 因为立方体已经有新增一个球 这边我再点一下 我在ADD 新增一个Cylinder 这是圆锥 那我再点一下 我在ADD 新增一个Cone 就是 就是这个 这个要怎么讲 圆锥 那再点一下 新增一个Monkey 猴子头 你现在看起来觉得它不是很像猴子头 来 再来 再点一下 再新增一个Taurus 那我按一下F12 你会看到它照到一大堆东西 OK 那这就是新增物体的动作 所以请各位先操作试试看 是 感谢观看